如何避免书法中常见的错误? 在书法之道上,避免常见之错误,犹如无比之恋心 首要者,端笔疑吻,毫不马虎 物因匆促而墨迹淋漓,以细心构思每一笔画 其此,卧乎是笔顺之精髓,缓慢行书,方能呈现优美之姿态 于构图之际,注重平衡对称,以融合笔墨之韵律 切记过于拘逆于繁复,以追求简约而不识雅致 墨色浓淡间,把握好书法的动静之美 是每一笔皆展现生动之神采 请谨记谦虚恭敬之心,尊重书法艺术之传统 从实学艺,虚心受教,方能不度于常见之错误之中,焕发出书法之光滑 于书法之境,以恒心为有,方能远离蹉跎之物 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一个学书法者常常问到的问题 练书法一定要选肘吗?选肘是指在写字时,手肘不要靠在桌面上 而是要悬空在半空中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手腕和手指有更大的灵活度 可以写出更有气势和变化的笔画 但是,选肘真的是练书法的必要条件吗? 还是只是一种传统的规范而已 在影片中,我将会从历史、理论和实践三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 并给出我的看法和建议 希望你能够从中得到一些有用的知识和技巧 你会发现,选肘并不是一个必须遵守的规则 而是一个可以灵活运用的方法 如何根据自己的情况与需求 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握笔和运笔方式 这些知识和技巧将会让你的书法更加自然和流畅 也会让你更加享受书法的乐趣 首先,我们来看看历史方面 《选肘》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书谱中 书谱是由唐代的书法家孙国廷所著 被认为是中国书法理论的经典之作 孙国廷在书中提到了六法 即气、鼓、相、法、义、式 这六个要素是构成好的书法作品的基础 其中气就是指书法作品要有生命力与气息 而是就是指书法作品要有动感和变化 孙国廷认为要达到气和式的效果就必须要选肘 也就是不要让手肘靠在桌面上 他说手肘不离桌者则比是不得自由也 他还举了一个例子 说如果你用手指在沙地上写字 你会发现你的手指可以随意的移动和变化 写出各种形状和大小的字 但是如果你用手掌在沙地上写字 你就会发现你的手掌受到限制 不能自由的转动和变化 写出来的字就会很僵硬和单调 所以他认为选肘就相当于用手指写字 而不选肘就相当于用手掌写字 孙国廷的书图对后世的书法家有很大的影响 许多人都把他的六法和选肘 视为书法的尖刻御律并且严格遵守 但是也有一些人对孙国廷的理论提出了质疑和反驳 例如宋代的书法家苏氏 就认为选肘不是写好字的必要条件 而是写好字的结果 他说选肘者非叫人选肘也 乃是人自然而然知识也 他认为只要人的心境和气息顺畅 就会自然地产生选肘的动作 而不是刻意地去做 所以他认为选肘或不选肘都是因为写字的环境和方式而变化的 而不是一个固定的规则 选肘并不是所有的书法家都遵循的规则 草书的代表人物之一张旭 他被称为狂草 张旭在写草书时常常用整个手臂甚至身体来挥动笔杆 而不是只用手指或手腕 他的草书充满了动感与自由气息 与选肘的规范相差甚远 那么从理论方面来看 选肘到底有没有必要呢 至于肘的选起不是为选而选 大约五代北宋以前没有高的桌子 都是洗礼而作 左手拿纸卷 右手拿笔 纸卷和地面约成三十余度角 比与纸面垂直 右手拿笔 当然只能像我们今天拿纲笔才合适 这就是被称的单勾法 这样写字时 脱和肘都是无所平一的 不想选也得选 因为无处安放它们 这样写出的字迹 笔画容易不稳 而书家在这样条件下写好了的字 笔画一定是能在不稳中达到稳 效果是灵活中的恰当 比起手死贴桌面写出的字 要灵活得多的 所以我认为 选肘或不选肘 都不是绝对的好坏 而是要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和风格 来适当的运用 最后 我们来看看实践方面 纸笔与拿筷子一样的作用 筷子能按人一指 加起食物来 就算是拿对的 笔 能如人一指在纸上画出道来 也就是职对的 关于执笔无定法 林池新界里曾记述过 东坡作书不悬万 浮翁云 然浮翁目界 当非妄语 但万不贴案 极能虚悬 亦不在悬之太高隐 世人不察 遂亦东坡言别 浮言彼安得家书耶 黄庭坚说 苏东坡作字不悬万 亲眼所见 所以这个说法应该是真的 但是腕子不贴桌面就能够虚悬 其实就是我们今天使用的肘 贴在桌子上的腕子虚悬起 也就是悬万不高 很多人应该没见过东坡作字 都以为它的字是眼笔形成 如果是眼笔 怎么可能会写得这么好 其实苏东坡本人自己也说过 执笔无定法 其实古人早就意识到执笔书是即可 不必遵循什么固定的方法 但是一定要根据古法改进 而非胡乱抓笔 在练习书法时 不论是旋轴还是整万 都需要注意站姿 笔法 笔墨等基本功 并且要有耐心和恒心 不断练习 才能写出一首好字 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关于书法的知识 可以参考我在影片描述栏提供的文章连结 得到更多书法相关内容 练书法一定要选轴马 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 重要的是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 并且持之以恒的学习和练习 希望以上内容能对你有所帮助 请不要忘了按下分享 并且留下您的评论和建议 我们在下个影片再见 再次感谢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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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